一名美国士兵和一个阿富汗翻译员 被塔利班武装包围 弹尽粮绝的两人即将殒命 这时被称为死亡天使的AC-130空中炮艇出现 和手腕一样粗的弹头倾泻而下 瞬间把塔利班全部炸飞 今天给大家分享热播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战争动作电影《盟约》 大家好 这里是王帝讲电影 阿富汗战场上 美军为了方便作战沟通 雇佣了5万名当地人当翻译员 并以缔结盟约的方式承诺 会给他们和家人签发美国移民签证 这天军事长约翰带领小队 在山路设卡盘查过往车辆 两名士兵发现一辆卡车很可疑 要求司机打开车厢配合检查 司机见状车都不要了直接跑路 约翰意识到情况不妙却为时已晚 两名士兵被当场炸死 其中一名是队里的翻译员 约翰只能回基地挑选新翻译员 在朋友的推荐下 他选了精通四门语言 有过5年作战经验的麦德 修正过后 约翰继续带队出发 他的任务是寻找塔利班的弹药工厂 根据线人情报 众人来到闹市中的一栋建筑前 蓝色的大铁门处处透露着危险的气息 进去后才发现被线人骗了 这里只是一家水烟休息室 中金买的情报就这 约翰一来气去他苗的任务 先跟兄弟们吃顿烧烤再说 事后 约翰决定用点非常规手段 他从同事那得到一份嫌疑名单后 伪装成平民来到夜市 抓到了名单上的一名小哥 对方是当地的一名毒贩 跟塔利班来往密切 麦德将约翰的话翻译给他听 要么穿上球服 去加勒比小岛监狱度假 要么拿钱乖乖给情报 在资本的力量下 小哥果断交代了两处塔利班炸弹工厂 第二天 约翰准备去清除目标 二翻译哈迪说 昨晚下了小雨 道路凝硬难走 建议更改路线 约翰没多想 发应下来 半路 麦德突然觉得不对劲 紧急叫停了车队 按照他对当地路况的了解 昨晚的小雨并不会影响道路 哈迪没理由带他们走这条路 除非想把己方引入敌人的陷阱 本着安全起见 约翰安排士兵查看周围情况 并叫来无人机从高空侦查 麦德则直接把哈迪揍了一顿 哈迪顶不住全招了 说他家人被塔利班挟持 自己不得不带小队进入包围圈 这时 观察组也通过无人机 发现了埋伏在八公里外的塔利班 约翰立即下令远路返回 仅此一事 他对麦德刮目相看 信任度也增长了一大几 对于麦德来说 妻子就要到预产期了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尽快拿到前往美国的移民签证 让妻子过上安稳生活 回到基地 约翰小队重振旗鼓 下一个情报点在120公里外 开车得三个小时 这个距离非常危险 一旦他们出事 无法第一时间得到支援 约翰悠心忡忡想上级抱怨 就不能给安排个支撑机啥的 上级表示问得好 不能 不管怎么说 约翰还是带着小队出发了 三个小时的风神仆仆 他们终于抵达目标矿山 矿场负责人还在装模作样 说这里并没有弹药库和武装分子 在约翰没注意到的地方 一名塔利班偷偷向上级汇报了情况 敌人的支援部队将在15分钟内抵达 约翰对此浑然不知 一番搜查下 打电话的小弟被揪了出来 众人还在一个集装箱内 发现了大量武器弹药 一旁的房子就是他们制作武器的工厂 里面有四名武装分子 正准备干掉人质 约翰安排狙击手高出警戒 让通讯组呼叫空中支援后 带人冲进工厂 火速完成了清场行动 突然 哈迪胳膊中弹 约翰留下一颗三分钟定时炸弹后 急忙带队撤出了房间 这时塔利班支援部队赶到 倒霉的哈迪再次中弹 直接领了盒饭 击枪手立马朝着山坡上的塔利班 倾泻子弹 狙击手也逐个点名 可敌人越打越多 明显有备而来 排击炮RPG轮番上阵 约翰小队瞬间损失两人 空中支援还得15分钟抵达 约翰带队向后山撤离 依靠完美配合与强大的作战能力 四个人在枪林单雨中强到了两辆汽车 不过没开出多远 其中一辆便被导弹击中 整个小队只剩下约翰和麦德 逃跑路上 约翰不断跟基地联系 但超出范围无法连接 塔利班在后面穷追不舍 混乱中车胎被打爆 约翰两人不得不汽车而逃 躲进了身后的树林 等美方援军赶到时 现场除了死去的40多名塔利班 和牺牲的战友之外 早已没了人烟 约翰两人逃到森林深处 暂时摆脱了追兵 事已至此 他只能计划徒步120公里回基地 这一路注定危险重重 雅晨一早 约翰被塔利班的脚步声吵醒 急忙把麦德喊起来朝更深处跑去 可两人还是被塔利班发现 情急之下 他们冲下了一段数百米的山坡 一路跌跌撞撞连棍带爬 到山脚时 麦德的枪都点没了 约翰把自己的配枪让给他 两人小心翼翼进入峡谷 前方出现两个塔利班 为避免暴露 两人掏出冷兵器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解决掉了两名敌人 此刻 山坡上的敌人也正往峡谷移动 留给约翰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前方又有一名塔利班 两人声东击西再次完成无声暗杀 突然 无线电的声音传来 约翰这才看见 山坡上有两个塔利班背对着他们 赶忙事宜迈德后撤 好巧不巧 对方这时转过了身 经过一段尴尬的对视 枪声响起后 敌人迅速向这边靠拢 两人以石壁作为掩体 跟高处的塔利班激烈互射 但随着敌人越来越多 两人逐渐招架不住 急忙找机会躲进山洞 敌人粗心的搜查 让他们逃过一劫 一直躲到下午才离开山洞 走出峡谷时已经是黄昏 附近有一处废弃房屋 一番检查后 发现屋里旁臭 但很安全 于是决定在这里过夜 第二天清晨 通过抢来的对讲机得知 塔利班已经搜索到了房屋周围 约翰警觉的出去探路 可下一秒 约翰手臂和大腿接连被子弹射中 无力逃脱的他被塔利班生擒 枪托砸中他的脑门 约翰一时瞬间变得模糊起来 就在敌人拖着他准备离开时 麦德杀了出来 几枪精准点射 迅速将对方射杀 最后给约翰做了止血处理 换上塔利班的衣服 用木头制作了一个简易担架 拖着约翰朝美军基地方向走去 由于沿途都有塔利班射卡 所以他只能带着约翰走崎岖不平的小路 一路跋山射水 从白天走到黑夜 渴了就喝江边的水 沿途还不忘摘点野果 给约翰补充体力 夜里气温低 他就用身体帮约翰取暖 谁能想到 一个阿富汗人居然肯为一个美国军人 做到这种程度 经过两天一夜的拖行 麦德发现一个村落 他用约翰身上的美金 购买了一辆皮卡和一些地毯 把约翰藏在地毯内 自己围上围巾继续出发 路上遇到三名塔利班要搭个便车 麦德心瞬间提到嗓子眼 为避免引起怀疑 他只能热情邀请对方上车 好在最后有惊无险 约翰并没有被发现 但麦德也意识到 汽车目标太大 不能继续开下去了 于是 他用汽车和一位牧民换了一些食品 药品 以及一辆推车 再次开始了步行 一路穿过被炮火洗礼的村落 穿过幽长的峡谷 接下来的路 是一段一眼望不见尽头的长坡 一个小小的图坎 阻挡了麦德前进的脚步 无论他怎么用力也推不上去 疲惫的麦德想要放弃 但一想到家人的签证 他浑身又充满了力气 休息片刻后 一鼓作气登上了山坡 此时已经能看到远处的美军基地 胜利在望 麦德买了瓶水 先给约翰喝两口 然后自己一饮而尽 可就在这时 三名塔利班搜查到这里 约翰的军靴让对方察觉到不对 上前掀开了他头上的地毯 前辈发现 麦德二话没说 把枪点射干掉两人 然后跟最后一名塔利班近身肉脖 麦德用尽全身力气 死死掐住对方脖子 送他领了盒饭 美军听到枪声赶过来 昏死的约翰得到了及时救治 美川军服的麦德 则被当成了阿富汗平民 约翰再次醒来 已经身在医院 一个半月后 他被送回美国 却从战友口中听到一个坏消息 那场徒步120公里的救援 传到了塔利班耳朵里 现在麦德一家都上了塔利班的追杀令 救命之恩大过天 约翰联盟联系移民局 想帮助麦德办理签证 但对方各种推托不办人事的态度 让约翰气急败坏 妻子身为君嫂 他深知该如何劝说约翰 才是正确方式 约翰没了任何顾虑 他通过关系找到阿富汗的长官 长官被约翰真诚坚决的态度打动 同意帮麦德处理签证问题 约翰则决定冒险重回阿富汗寻找麦德 他又将自己的恩人亲自带到美国 弄了一张假身份 有赤资15万 找安保承包商阿祖包机 但阿祖很忙 让约翰自己带武器先去 他负责派专机协助安全撤离 来到了曾经的战场 约翰提起12分精神小心形势 经过一番调查 找到了麦德的哥哥达壮 达壮是个毒贩 与塔利班来往密切 正是他这个内鬼暗中帮助 麦德一家才能一直躲避塔利班的搜捕 说明来一后 大壮立即安排卡车 来约翰前往麦德最新的藏匿地点 卡车上有通行证 理论上可以一路畅通无阻 可半路还是有两名塔利班 非要上车检查 眼看就要暴露 约翰抢先开枪解决掉两人 枪声打破了峡谷的寂静 来不及耽搁 将尸体扔进小溪 两人慌忙离开 一个塔利班爪牙暗中目睹了一切 把情况汇报给了上级 经过一夜行驶 卡车停在了一个村庄前 约翰从望远镜中看到正在修车的麦德 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随后拨通阿祖的电话 让对方锁定自己的位置 经过商定 撤离地点在周围的大坝 约翰如释重负 简单伪装后 缓步来到麦德身边 找了一个凳子坐下 两人没有因为重逢激情拥抱 就像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一样 麦德虽然表现得很平静 但能看出他的眼眶已经湿润 带着约翰见了妻子和孩子 一家人迅速收拾东西 坐上卡车向大坝方向转移 可他们前脚刚走 塔利班便追了过来 约翰和麦德不得不掏枪作战 拉开棚步 对着后方敌人就是一缩子 对方汽车撞上墙体后 横在了路中央 塔利班快速将汽车拽开 继续追击 接近大坝有一条隧道 约翰等人直接放弃车辆 将手榴弹放在油箱上 伴随着一声巨响 卡车变成一堆废铁 堵在了隧道口 这给他们争取了不少时间 随着卡车被移开 敌人如潮水般涌来 约翰一行人边打边退 终于来到大坝 阿祖的飞机却迟迟没到 电话也联系不上 此刻塔利班分子越来越多 已经追到了大坝上 约翰跟迈德利用精湛的枪阀 交叉阻击 子弹很快打光 放着空空如也的枪管 两人意识到 这次可能真的要凉了 千军以发之际 一连串航炮射击 以及爆炸声音袭来 宛如空中堡垒的AC130攻击机 利用强大的重火力 瞬间将全部敌人炸飞 一轮炮击过后 阿祖宛如救世主般闪亮登场 救下了约翰和迈德一家人 将他们送上了返程的直升机 迈德望着手中的美国护照和签证 感激的看向约翰 约翰回应的也是一个眼神 一切情谊尽在不言中 两个男人也因为这场战争 缔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2021年8月30日 长达20年的阿富汗持久战宣告结束 美国武装部队开始撤军 最后一架美军飞机驶离机场 几百名同为翻译员的阿富汗人 并没有迈德那么幸运 他们被抛弃了 所谓的盟约不过是个笑话 很快 塔利班夺回了阿富汗的全面控制权 300多名翻译员及其家人 在等待签证的时间里 因曾与美军合作 被塔利班报复杀害 还有上千人仍在东躲西藏 从此过上了地狱般的逃亡生涯 盟约尚有于2023年 是鬼才导演盖里奇的新作 由杰克·吉伦哈尔 达尔·萨利姆主演 片名不只是字面意义上的盟约 实则也包含了两个不同国家的人 因为战争缔结一段 超越白纸黑字的契约 建立其生死与共 实现自我救赎的故事 另外 本片是根据真实实践改编 现实中 曾互相拯救的二人 直到如今 依旧是一对挚友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